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李宗盛指认 今天非常高兴能跟各位小朋友来分享一只不错的小故事 希望今天的故事能带给各位小朋友有很大的一些想法 故事开始啰 今天有个富翁 其实他非常的勇闲 其实啊 凡是所有的东西他都可以买得到 可是他却一点都不快乐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他自己也感到非常的脆 只是有一天的时候 他将家里所有贵重的物品 珠宝以及首饰等 他一生所赚来的钱 全部都放在一个大袋子里面 于是他开始去旅行了 他决定 只要有谁能够让他找到快乐 他就要把这个大袋子送给那个人 他找了又找 问了又问 直到走到了一个村子里面 有个村民告诉他说 哦 那你应该去见见这一位大师了 如果他没有办法让你找到快乐 那么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 也没有人能帮你了 妇人这位富翁就非常的激动 于是呢 他就去找那一位大师 而那位大师正在打坐呢 他就向大师说 大师 我来这里是只是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我要将这一身手赚来的财富 全部都放在这个袋子里 如果大师您能够让我找到快乐的话 我就要把这些所有的财富都送给你 大师于是沉默了一会儿 这时候 天涉已按了 突然间 大师从那个富人的手中抓起了袋子 就往旁边跑出去了 富人一急 就哭又叫的追着这位大师 可是啊 富翁他是外地来的 人生的力不熟 不一会儿就追丢了 富翁简直快气疯了 他哭喊的说 天啊 我一生的财富都被劫走了 我成了一个穷人 我要变成一个乞丐了 他一直哭一直哭 哭得死去以后来 最后大师就跑了回来 将那个袋子偷偷地放在他的旁边 于是他就拖了起来 不久 富翁看到这个失而不得的袋子 就开始过定微笑 笑了起来 他一直说 真是太好了 太棒了 真的是太棒了 于是大师又来到他的面前 就问说 先生 您觉得现在如何呢 觉得快乐吗 富翁说 快乐 真的快乐起来 富翁想到这儿 您有什么想法呢 当人们拥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往往是忽略它的存在 直到你失去了它 才感觉它的重要 这好像是很多人共有的风病哦 亲爱的小朋友 多注意你身旁的一切吧 你身旁的朋友 你爱的人 悦耳的音乐 你喜欢吃的食物 千万不要再视若无睹了 也不要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哦 更别把快乐是建筑在盲目的追求上 其实快乐就是在你的身边 我们真正要做的就知道 就是要知道这一点 今天这是主任的分享 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